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质疑任嘉伦的专业程度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任嘉伦和白露这对诚实夫妇 是真的转足了大家的眼球 果实周生如故里爱而不得的压抑迎人 今时一生一世里甜蜜自艺的温柔守护 无论哪一部里的诚实夫妇 都让观众们直呼上瘾 一生一世里诚实夫妇不停撒糖 把周生如故里未能完成的心愿都一定如了愿 周生辰的凶蒙十一的大胆 让粉丝们直呼上瘾 已让大家一度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这样的结果是粉丝对剧的肯定 也是对演员的高度认可 诚实夫妇的线下合体 也让粉丝们欢呼尖叫 但是任嘉伦却被人质疑 避嫌不配合 这是演员的不专业吗 首先小编需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线下的适度合体是对角色的尊重 合体时适度的互动是对此身的尊重 不存在是否避嫌 更不应该以此来判断是否专业 大家在考虑是否避嫌这个问题的时候 首先应该考虑的是 我们磕的是哪对CP 诚实夫妇是周生辰和时宜 而不是任嘉伦和白鹿 线下我们看到的是演员 而不是角色 演员和角色的玻璃 是我们对角色的尊重 更是对演员的尊重 一个演员的成功与否 专业与否 应该以他塑造的角色来平定 而不是剧播完之后 仍旧顶着角色的名义持续营销 剧播完之后呢 角色还可以在故事里继续延续 但是不应该捆绑演员 必须扮演着角色里的人物继续生活 大家所喜欢的周生辰或者时宜 都仅仅只是演员任嘉伦和演员白鹿 曾经成功饰演过的两个角色 脱离开这两个角色之外 任嘉伦和白鹿还有更多其他的角色 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我不否认我对诚实夫妇的喜欢 但是也不会盲目的把两位演员强行凑对 自然也更不会认为存在谁在避嫌的这个问题 有人觉得这是因为任嘉伦已婚的身份 阻碍了他的线下合体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反观任嘉伦其他剧里的线下合体 也并不存在是否避嫌的问题 每一次的营业都大大方方 自我介绍时从来都是我是任嘉伦 而非我是路易或者我是周生辰 专业的演员反而会在剧播结束后将自己抽离出来 因为剧情里的演员是沉浸其中的角色 结束之后就应该回归本真 而不是持续沉浸在角色中无法抽离 如果一个演员持续沉浸在角色里丢了自己 那就是最大的不专业 没有人应该为了一份工作丢了自己 观众如此演员也一样 上映的应该是角色 在角色里看到演员的敬业专业 然后去喜欢的角色的饰演者 这才是对观众的最大尊重 小林一向不太赞同 聚播结束之后频繁营业和过度营销的角色 试图营业适时抽离 把角色留给观众 让演员回归本真 这才能让我们真正看到更多不同的角色 也能让我们真正明白我们所喜欢的是角色还是演员本身 看过太多演员千篇一律地饰演着雷同的角色 说着类似的台词 不可否认这样的电视剧也会受欢迎 但是对于专业的演员而言 更应该去寻找突破发现更丰富的角色 此前任嘉伦说过不喜欢雷同的角色 所以每次剧情结束后他都会认真地和角色道别 以便于去迎接新的角色 小编认为呢 这才是演员的专业度 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喜欢的演员 请别过度消费角色 让演员回归本真 让角色在故事里继续 大家觉得呢 感谢观看